現在我們將示範如何將變速系統拆裝及啟動系統拆裝 第一個先將這支特殊工具旋入後CVT上面 此時皮帶鬆開同時後CVT撐開 鎖到類似這個位置皮帶鬆掉了就可以將皮帶取下 我們再把這支特殊工具旋開 我們現在要將護巢輪拿起來 有一個彈簧要小心不要讓它彈出 然後圖輪軸也可以取下來 現在我們要拆前面的主固定槽輪 一樣會有一個彈簧要小心不要讓它彈出來 取開 然後將特殊工具插入旋入 現在我們要將這個固定盤和曲軸脫離 要使用這支特殊工具 要使用這支特殊工具 旋入之後以氣動工具 用力守護之後 讓它盾開 因為它是推拔 所以說它是鎖固的 這是拿掉固定盤之後的狀態 將啟動啟 將啟動 啟動系統這裡取下 旋開兩個螺栓 旋開兩個螺栓 要按壓 因為裡面有一個小螺栓 好 裡面這裡 這裡有糖黃 後面有一個滑濕 這裡有糖黃 有蘑菇 Unt symbol 這邊就是濾 還有滾針 這是一個滾針軸程 現在將 啟動裝置 啟動單向器 拿起來 拔起來 現在裡面也有一個 滾針軸程 只能夠 單向 單向作動 現在我們要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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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反次序把它裝回 這隻是輸出手 為了防止它 滲油 裡面有一個 這油鋒嗎 裡面有一個O型反 我特別把它拿出來 現在是將襯套 現在是將襯套 拿起來 拔襯套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不要去刮傷 裡面綠色的就是 O型環 好 現在把它推入 推入 我們現在把 擋位接點 特別把它拆起來給大家看 好 擋位的接點 是三個接點 要注意的是 這些接點 不可以去碰觸到 任何的引擎相比 好 不可以去碰觸到 任何的引擎相比 好 為了防止滲油 所以說這個 這些 這些 接點 都是要 塗上膠的 那個 密封膠 現在 現在我們再把它裝回去 示範如何將啟動裝置裝回 現在將啟動裝置這個方向裝入滾針軸層孔內 剛剛有華絲 有彈簧要裝次序要裝對 然後這裡有定位膠 兩個定位膠 對準定位膠把它裝入 對準定位膠孔把它裝入 稍微按壓將兩支螺酸 旋入 螺酸要塗上膠 現在 上膠 然後手固 上膠 然後想 뜻 把它先 前CVT裝回 Jonathan 現在要將前CVT裝回的時候 組固定槽輪跟啟動盤 這個 你可以了 我們這裡有做一個記號 黑點跟 組固定槽輪也有一個黑點 這兩個黑點必須要對準 鎖護 現在我們示範 將 將這個 現在 這個固定螺栓要壓住 糖黃它已經裝在上面 然後鎖護 這個 這個點跟這個點必須對準 這樣是要讓人家倒閃 對準 對準之後鎖住 鎖護 然後用氣動工具 10公斤 特別注意這兩個點是對準的 這個很重要 這必須有扭力的控制 10公斤 10公斤 鎖護 好 後 後 CVT 裝回 現在將圖輪軸先裝 先裝入 圖輪軸 它必須 有 勾槽 有五個勾槽 跟這個 輸出軸的勾槽 必須對準 圖輪軸的勾槽 這個後CVT 這個後CVT 以 將糖黃 它裡面有一個勾點 必須糖黃先裝入 糖黃必須對準這個 這個圖輪軸的勾槽 然後對內向內壓 幫你幫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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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好 6公斤 現在要 鎖護 6公斤 避開液水就好了 有 撥一下就好了 好 6公斤 再將撐開的特殊工具 鎖入 我們現在要將皮帶裝回 現在將 後面的副槽輪 先撐開 將皮帶 將皮帶 將皮帶裝入 皮帶有方向 這個方向朝上 字朝上 方向向前 轉動 轉動 然後 將 撐開的特殊工具 旋開 旋開 它就慢慢會將 皮帶 稍微的夾緊 它就彈回去了 彈回去了 然後 瞬時鐘 轉動 護槽輪 然後將皮帶 旋緊 像這樣子的方式 完畢 謝謝